第四季节目 继续是创科KOL的时间 Jerman了解到这几年ESG很热烈 无论是载市公司也好 甚至是其他一团体也好 如何都会加入自己公司的议运方向 对于你们做智能方案的公司来说 会见到什么趋势 其实这几年对ESG的关注 也绝对对我们的业务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我们的系统一开始 不是针对ESG去做出来 但我们发觉我们的客户里面 有很多对环保、省电、省钱的方案很有兴趣 而我们的系统也很容易 帮他们达成这方面的目标、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 开始找我们去帮忙的客户 越来越多 目标是想做一些比较智能、环保 或者是追求一些我们叫做 sustainability的客户 是多了很多的 可能大家以前说到环保一定是花钱的 大家觉得是 这几年对于你来说 可能公司业务会 会因为这样而有些增长 会 因为其实我想环保 首先在意识上面 他们要有一个意识 而有这个意识之余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省钱的话 对他们来说就差不多是双赢了 所以过往 为什么这么难去推行环保的意识 这个系统呢 就是因为过往的系统 暂时还未成熟 未够发达 也变回来就是相对比较贵的成本 所以其实很难就会令到一些客户 他自己去银河包 去先投资一大笔钱 之后才慢慢享受一个长远的回报 但是现在今天的科技呢 亦都可以利用了很多 云端、物联网 一些比较低成本的技术 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环保的效果 就变成了他们 就不需要想那么多了 其实他可能就纯粹有少少的投资 他亦都不需要譬如说 一开始买一台很大的伺服器 放在他们的公司 或者他们的建筑里面才能做到的 他可以是用一个云端的形式 用一个月费、年费的形式去慢慢比较 对他们投资的回报 就有一个更加好的回报的效果 所以就令到他们 就更加容易接受这些环保系统的方案 那以来提 其实有没有说这几年 就是这几年 来到问我想要一些 环保智能方案的公司 这个数量有多少呢 就是增长来说 其实都挺多的 这两年 因为其实我们可能 一来我们之前 前几年就不是专注在这一方面 所以这几年我们看到 差不多多了 我估计20至30%的业务的增长 都是在这一方面来的 明白 那如果是这样说 可能都了解到你们本身 其实做智能方面 未必说可认为 要在环保智能方面 但是可能现在这个趋势变成这样 你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会有些改变 还是我们纯粹都是一个 有这样的功能 但我们未必很重视 你们会说公司的发展路向 会有什么 因为ESG会有什么变动 其实对我们公司的发展方向 都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 就是想利用这个 云端和物联网的技术 去建立一个 更加Smart的城市出来 而ESG 绝对是这个Smart City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其实 刚好我们都可以利用 我们系统本身的功能 去做到这些环保智能的效果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 其实是更加加强我们 系统那一部分的一些 可能技术 或者是一些用户的界面 一些软件上面的功能 同时也是我们可以利用 这一部分的改进 在我们其他地方去帮助物业管理 所以其实反过来 是一个相得益彰的效果 明白 是的 我想问可能当初 如果之前说到有些困难 有没有说 其实你们公司 由创办到现在 创办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 或者困难会遇到呢 都有的 是的 因为始终 start up 或者是一间 叫做比较安的公司 那如果 譬如你去和一些大的客户 譬如说 你有一个建筑 想交给我们 去帮你做管理 或者是一些监测的时候 那他们有很多时候 都会去考虑 你是否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 或者你的信誉是如何呢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遇到很多这些 这样的问号 但是也很幸运 就是我们在 薄芙林公司上面 也是拿到一些物业管理的经验 加上我们本身在云端 在IoT的技术方面 也有一定的技术 是可以证明到给客户看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的 所以结合两方面的一个专业 我们就有幸可以说服到不同的客户 去相信我们的统讯 我们的团队 去帮他们做这个物业管理 明白 可能说到研发那方面 大家知道数据很重要 你一定要有case 或者要有些地方给你收集数据 你之后的研发才会再简单一点 如果你们本身有这个 back up 或者后盾的时候 你们会有什么帮助呢 在提供这些地方 或者实地的实例 给你们工作的时候 是 绝对会有帮助 因为其实 现在我们做任何的物业管理 或者环保智能系统 最主要就是看数据 我们的系统一来 就是可以很有弹性 以及很便宜的 去帮一些客户 去加装一些不同的感觉 的Meter 去收集他们的数据 其实收集完的数据 是第一步 第二步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怎样去分析这个数据 之后 就要跟客户一起研究一下 看看在哪一方面 是他们想做一些改进的 而在我们的系统 反过来 就可以帮他们收集完之后 去做一些自动化的控制 这些东西 也是令到他们 可以做到一些改进的计划 但是同时 也可以减省到他们的人手 所以其实数据 之后再制定不同的改善计划 这个才是我们直接帮到客户 最主要的地方 明白 那说到发展 其实可能前段的疫情 对很多公司都很大影响 其实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有没有说 是 都有的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 看到很多的公司 他们都撒停了很多的项目 他们在谈的项目等等 直至到比较后期 疫情后期的时候 开始大家都觉得 要继续生活 继续运作 所以反而之后 我们会看到 在业务上有了增长 因为一来 他们可能会比较 更加关注 这个空气的质素 比如说空气 冷气的一个系统的运作 等等 那全部都是我们可以帮到去 去控制 去改善的地方 第二就是 他们都趁着这段时间 可能 譬如说那些酒店 他们没有那么繁忙 那他们就可以趁着这个空档 upgrade他们的系统 那么巧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提供到 一些比较廉价 和弹性的系统的方案 不需要他们做很多装修 或者重建 这样才可以加添到这些新的系统 所以反而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有一个 都不错的增长 明白 你想问一下 如果说到增长 疫情之下增长有多少 其实我们大概 我们看到有大概 20-30%的增长 是的 在不同的行业 尤其是我们看到 多了不同行业的客户来找我们 这个是我们都很开心看到的 一来我们都可以认识更多不同的行业 他们的一些痛处 我们可以看下如何优化我们的系统 再加强我们的竞争力 第二就是我们都可以从中学习 这一个地方我们是否可以 亦都应用在另外一些不同的行业 令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成果 你讲到一些不同的行业 有没有有什么行业 是来找呢 你觉得是最想不到他们的 其实都有的 譬如是有一些是比较 暂时我就不能开名 但是是一些比较 香港比较少 譬如是一些工业方面的公司 是来找我们 帮他们做一些 整个工厂的物业的管理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少接触到的 我们也都很开心可以去找到我们 我们可以一起去研究和去学习一下 好 这些时间是这么多 我们下次回来再谈